台北兰州市场旁有一家超人气的水饺店 口味多达11种 是附近上班族的最爱 招牌的芋泥香菇水饺 选用黑猪后腿肉 拌入大甲芋头和香菇做全肉馅 芋泥咸香 猪肉扎实有嚼劲 吃起来很有层次 很丰富 而收客都知道呢 来这吃水饺 还可以点一碗猪肝汤 搭配着吃才对味 新鲜的猪肝爽脆弹牙 分量多到几乎快要满出来 吃起来非常过瘾 一颗颗雪白的手工水饺 在水中翻滚舞动着 随着肉气蒸腾准备起锅 白泡泡Q弹的外皮 裹住饱满肉馅 一口咬下鲜美肉汁在嘴里爆开 每个一半都还吃 CP值我觉得是真的是很高 在附近吃一间水饺店 我吃要吃15颗才会饱 可是他们的水饺我吃10颗 所以我就会饱 水饺都很大 对比外面的一般的要来的大 就觉得真材实料 台北兰州市场旁的这间水饺店 口味多达11种 除了常见的高丽菜 韭菜还有芋腻香菇 香菜 锅皮辣椒和干贝等 不但统统是手工现包 用料也很实在 它的水饺的口味都不一样 平常很多店就一两个 世界上有这么多 所以它的口味都比较特别 在饺子上玩出新花样的是她 河南姑娘婉瑞 对食材格外讲究招牌的芋泥香菇馅 她说一定要用质地比较细腻的大甲芋头 因为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嘛 看不到的它里面有的是烂钓啊 或者是不好 反正看起来不好 我这个四季去亲自去挑 挑起来看起来很漂亮 我要买那个大甲芋头 想好的芋头抱成丝就能送上蒸笼 等待芋头吃一蒸的过程 震震香气刺激着笔腔 中午蒸芋头的时候很多客人已经闻到 哇好香哦那个味道都出来 很多客人就是没有点芋头 闻到我蒸芋头的时候 你在弄什么 我说我在弄芋泥啊 包芋泥水饺啊 你有吗 我说有啊 客人说那我也来五颗 厨房的活多得手不清 这头万瑞又赶着做猪肉馅 她选用较有嚼劲的后腿肉 拌进少许的胡椒 盐巴等香料调味简单 不盖过食材风味 但肉馅要好吃得先使出摔打工 摔出肉的弹性 再和蒸好的芋头香菇均匀搅拌 饺子皮在手心里摊开 塞入一球一球的芋泥香菇肉馅 熟练的一压一捏 包成一颗颗胖嘟嘟的圆宝 老少嫌疑的芋泥香菇水饺 白开白润的外皮 富裕的汤汁瞬间涌出 饱满的肉馅肥而不腻 芋泥的绵密和香菇的清甜 在嘴里蔓延开来 蘸点姜油 醋 让口感层次变得丰富 因为它有加香芋泥 所以特别的香 而且非常非常的浓郁 芋泥吃起来就有点甜甜的 然后口感跟肉差不多 所以就是软软绵绵又甜甜的 另一款剥皮辣椒也同样热销 芋泥将剥皮辣椒切得大大块 再和猪肉拌匀 刚拌好的肉馅要衬新鲜线包 而且都要包得鼓鼓的 白胖胖的剥皮辣椒水饺 肉汁的鲜甜和剥皮辣椒的香辣 完美融合 薄而软Q的胶脂皮 揉纳丰满的馅料 一口塞进嘴里 满嘴都很juicy 一吃就提不下来 吃起来其实不会很辣 但是肉的嚼劲比较多 所以就恰到好吃这样子 煮个蛋花 煮个馄饨 煮个猪肝 煮个酸辣 好不好 你们四个汤好不好 来到这里 很多人还会点上一碗猪肝汤 甜薄五脏尿 姜丝从花秤底 倒进汆烫好的猪肝 再淋上一大勺高汤 一碗料多未美的猪肝汤 美味上桌 清澈的汤头喝来清爽桂肝 多刀快满出来的猪肝 弹牙脆口 尝得到新鲜 一点也不行 它的口感就是很弹Q 不会像很老或彩彩的这个部分 从包线到塑形 动作仿佛呼吸按自然 万瑞静静地窝在店内的衣角 手里包着水饺 也包着童年最深刻的回忆 因为水饺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不像台湾啊 吃炒菜啊 饭桌啊 我们那边是逢年过节 都是大年初一啊 初夕 不管哪一 逢年过节都是吃水饺的 所以小时候啊 我们都是跟着妈妈做水饺啊 水饺皮啊 水饺料什么 都是自己去看妈妈从小看到大的了 所以慢慢来到台湾 小孩子大了 就是来包包看啊 来自中国河南的万瑞 加来台湾已经18年 他化身料理魔术师 把熟悉的家乡味加以改良 尽管每天要包超过3000颗的水饺 很辛苦 但他又在其中 开店已经是很累的了 很累但是如果是现在开在这边 看到有客人 那回头客很多啊 那感觉还有成就感 越包越开心 我是每个礼拜六公斤 有时那时候我要 我说我也不要出去了 我整天我都是想着说要包水饺 诱人的料理 擄获挑嘴的客人 好客的万瑞也温暖 不少人的心 我们每次客人进来我店的时候 我都感觉的是 哦 这个是首客 我都叫他们当成家人一样啊 来了就是闲的时候 跟客人聊聊天啊 说说笑笑啊 特殊的口味受到客人好评 万瑞再把小吃配角香菜变成主角 外观饱满的香菜水饺 咬开后能清楚看到完整菜叶 独特的香菜味窜出 有存在感却又不过于强烈 或者猪肉的扎实非常合拍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香菜 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有卖香菜的水饺 然后刚好就是上网查到这里 我就特别来这边吃 满满的高丽菜和葱花 做着猪肉馅 万瑞说半馅没有秘诀 只有耐心 这已经要抓到粘度 菜跟那个肉夹抓在一起 才不会松 吃起来松松的 咬上肉馅再塞进一大颗猪背 分量多到快要包不起来 干杯水饺 内馅可以吃到一整颗的猪背 一丝一丝的口感越嚼越香 浓郁的咸鲜滋味 强烈冲击整个口腔 搭配高丽菜和猪肉 更加清甜 开业六年 河南妹子万瑞 渐渐把小链做出口碑 一颗颗别出心裁的百炼水饺 包的不仅是营养与美味 更是它的用心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宜兰市民族路上这间小吃店 卖的是在台湾很少见的 福建沙县美食 招牌炸馄饨金黄香酥 却不会太油腻 蘸上特制的辣酱 口感酥脆微辣相当过瘾 而另外这里的煲汤 口味多达七种 其中的茶树菇排骨 散发淡淡的中药才新香 排骨软嫩多汁不干柴 而茶树菇口感脆嫩 让人一吃难忘 再搭配有着淡淡焦糖香气的卤肉饭 吃起来相当有饱足感 宜兰市民族路上这间开业12年的小吃店 在当地人气满党 沙县是一个地面 就是我的家乡 它的用量都会选择比较养生的 然后食材很鲜鲜 金黄酥脆的炸馄饨 香气色意的中药煲汤 还有浓浓花生味的麻酱面 每道料理几乎都只要同板架 吸引不少小资族来尝鲜 便宜又大碗 而且东西也蛮好吃的 而且选择多样化 品相非常非常的多 跟一般店有点不太一样 跟那些招牌上面的东西 都有点没看过 也不曾出现在小吃店里面 令客人三不五时上门解馋的好味道 每样几乎都是邓正清手工线色 它一点点回肉都不行 这一定要温体猪肉 就是要非常鲜鲜的猪肉 才可以加工 然后如果有一点回肉 它就会整锅都不能用 经过数百次敲打 肉店已经被邓正清打成 粉嫩嫩的肉浆状 他右手轻轻一挖 左手一捏 眨眼间功夫 扶着小肚子的馄饨已经成型 我们的皮是店做的 就是比较薄 比一般的馄饨皮薄 然后比较小张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客人吃到那么多粉嫩皮 熟练包着家传馄饨 来自福建沙县的邓正清 在嫁来台湾之前 家里就是在当地经营小吃店 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冷 这个肉都要换冰箱冷藏 就冰冰的好像在捏冰块 那种手就很冷了 小的时候有那种 就是说以后再也不要开沙县小吃了 没想到来台湾还是开沙县小吃 为了佳季 邓正清把家乡味带来台湾 包好的馄饨还得经过油炸 才是他记忆中的美味 炸得圆姑姑 模样像是金元宝的馄饨 光是卖相就十分诱人 要下去咔滋咔滋声响 感觉像在吃饼干 口感酥脆不会太油腻 沾上特制辣酱